就说回来刚才说的所有的一切 还有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引导 因为观众作为消费者 他去看什么电影 他是满足就好了 那影院他经营赚钱都也好 这没有问题 但引导就像比如说这个事 还是外国人的事 我又看到后来一条新闻 我们的公安局经过审查时候说 他是确实有这个行为的 那么见义勇为者打人的是叫震荡防卫 得出结论震荡防卫是不受刑则 你看他得出这个结论 就把这事就弄好了 观众就引导了我们 以后我就敢了 因为有背后有真正的 有客观的 有正确的东西在支撑着我 那我敢做 以前我打了人 扶了老头 扶了人 最后一讹 最后说你是 反而一讹你 你看引导后面的东西错了 我们就前面就不敢做 这个也是 电影也是 电影的话 你想电影院那么好 我开另类的别的电影院 我让这些电影像法国有七千五百块 法国七千万人是五千块荧幕 五千块荧幕 你知道吗 只有三千块是可以上 像复联和大船的 有两千块 将近不到两千 一千五百块以上 是叫艺术影院 国家补贴 这样的话 你像美国人进来 他就不能横冲直创 他只有限定在这个路上走 这个两千块让 因为他没有办法 因为你面对这么庞大的商业体系 国家就出来 制定一些在市场上相对大家都可以认可的一些东西来引导 来推动这个事情 走一个相反 那么你看有一千多块荧幕空间就出来了 那么刚才你说的那些电影 有人文的什么 就可以在那放 不必要在水火不容的 但是你知道吗 你这么弄 有个问题 挣钱的总量就少了 那就国家把钱和文化要怎么看待了 其实就是个例子当头 例子当头 他现在他说什么华语电影不要当怨妇 我觉得倒不是怨妇 有些情况下他是仓妇 你知道吗 他完全是钱 我现在听你们电影圈的人一聊 这个真是圈钱 什么明星你要多少钱 他要多少钱 有了他就能够多少钱 所以你看 我认为你早晚有一天就要收获信用破产